你想什麼? 我想不起,不過我想了另一件事 之前我看過是否你發表,還是其他地方看 就是說1月份的買車報告 肯定沒有發給你的 我看到最重點就是那些貴價車賣得很好 反而其他平民百姓買的車就失敗了 但其實我想說,這是一個假象 所謂貴價車賣得好,我沒認真看過裡面的數據 如果你把它拆分來看 很有可能是貴價車裡面最便宜的車賣得好 因為如果你看Benz過去幾個月推出的新車 新的A-Class,新的便宜的車,其實很誇張的 你看現在Benz 2019年推出的A-Class 是比以前的C-Class更漂亮的 即是說它用很便宜的價錢,堆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來希望爭回市場 其實Benz也知道市場是不好的 但是它又不可以繼續保持以前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就賣一些便宜的車,但便宜的車 塞了很多東西進去,讓你覺得是損東西的 值得買的 所以為什麼說Benz買得好呢? 就是因為那些便宜的車做這個策略 所以一定是搶倒了那些市場 即是以前20多萬的車 肯定被Benz這些策略打倒了 你這個是說得對的了,我們先不要說便宜的車 其實中國市場的汽車分三大市場 一個是國產陣營,再往上就是核資陣營 再往上就是豪華車陣營 香港的豪華車陣營就包括了國產豪華車 和鎮海豪華車 那鎮海豪華車賣成怎樣呢?其實就不要緊 因為那個量很小 吵著吵著那些奧迪A4、A3、保馬2 即是日門級的豪華車 他們現在是降價的 接著一降價之後 就搞到那些合資車廠就沒有搭保證了 那沒有辦法,合資車廠就繼續降價 接著合資車廠一降價之後 那個產車就糟糕了 所以原先早兩三年前 我還在做汽車市場研究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古靈精華的品牌 是什麽Nepa,就是獵炮 是江淮不知道什麽賊 接著東風不知道什麽東西 東風有三個東風 一個武漢東風,一個廣西東風 然後還有一個鄭州的東風 接著通融50 它的SUV 當然50現在的SUV都買到可以 接著四川 反正四周圍的SUV你看到 就算是 所以那個時候 我做汽車市場研究的時候 我最痛苦的一點就是 做國產車的客人 因為那些車身太細多 你真的記不過 但是現在基本上 國產車 基本上只剩下兩三個品牌 一個是吉利 吉利就很厲害 接著 底壓迫 它之所以多 是因為政策原因 因為它賣電動車 所以它還是有market 接著長城 其實現在我已經沒有看到它的新車 已經 應該是 爛起了東西 接著講氣 反正南方就很強 但是 之前聽它的銷量 其實它應該在全國方面 都應該是OK的 接著長安 我基本上已經沒有看到它的新車 應該是剃了 已經 所以現在應該是受不住合資車的價錢打壓 因為其實現在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市場的方向 一個是消費的方向 市場的方向其實是下降的 即價格是下降的 但是消費的方向 支出的方向 都會下降 如果不是印了那麼多的銀子 就肯定不會下降 怎麼都會向上的 現在買車是少了 就一月份對一月份 19年一月份 少了一百年一月份 這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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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說 不 因為你少了 其實是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可能真的就是 市場出了問題 但是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我覺得是主要的 哪有這麼多人需要車 中國的汽車市場 已經高速發展了十年 要該買車的人就買七七八百了 接著 現在又有很多人會買二手車的 就像我這些 買二手車 哪有這麼多人買車 你的市場需求已經沒有了 不像以前 家家戶戶戶都要買車 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呢 我遲了一段時間在新聞裡說 就是有些早年的同行 發出來的新聞 就是說大眾現在一萬元 首富一萬元 汽車下降 是呀 有汽車下降的運動 我都忘記了 一萬元汽車下降 其實呢 我看到的就是 又是一波新的信貸泡沫 我看到的 我覺得爺爺 每次他不行的時候 就打算找一個六萬元的問七 這次農民又要給五萬元的了 農民又要借我 那些貸款的金額呢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少的 嘩 剛才我說的捷達一 自己出了一個新的品牌 就叫捷達牌 因為其實大眾是想 這個就是我看鬼佬報道 中國可能沒有這個想法 但是鬼佬方面大眾是想著 把大眾是推上去 跟奧迪、賓士、保馬同一個level 跟著因為大眾 還有其他 古靈精怪的 什麼斯哥達 下面一大堆 上不來的 就是希望那幫人 上來頂上他現在的位 就是都是他希望 可能這個希望 不是短期的 未來十年 希望達到這個 你覺得有沒有 第一問題就是中國 有沒有做這件事 向那個方向發展 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做 做不做得來 中國其實他現在的SV 已經是向高價化賣進了 你說大眾 是啊 之前就是淘冠 他現在沒有低了淘冠 他現在叫淘冠L 淘冠L賣得很低貴 淘冠L 澳洲都賣很貴 如果你買那些高配版 我不會說高配版 我們就說 你有格格水準 SUV的市場 基本上是18至24萬一個市場 24至30萬一個市場 簡單一點 貴過CRV多少 貴過CRV 你不可以這樣算 日門版本對日門版本 起碼貴你5萬 5萬即是多少% 25至30 這麼多 是啊 大豪是多 如果大多一排 CRV也有7座 你看看 我現在看圖冠L的報價 是22萬3千8到35萬 9千8的 22萬3千8的 你不用看了 肯定沒有可以賣給你了 都不用想了 是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熱門程度 沒有在熱力口碑 你看之前 之前圖冠 你想到330TS 是不是很厲害 你的口 以前圖冠 反正我不用看它的價錢 據我所知 以前的圖冠 基本上賣21至22萬左右 我們看它現在330 330的排氣量 多少 2.0T 2.0T 2.0T的 佛動機 它的起碼價是26萬的 但當然它現在說 什麼經銷商 參考價是19萬6千 但我不相信 這些是騙人的 騙人的 騙人的 我不相信 基本上就是 它相當上了個級別 首先策略行馬通 賣得好啊 他 何欺多人買啊 等等 我剛才說 他要推到上 Benz寶馬奧迪的級別 奧迪不如 Q3賣多少錢 是不是Q3對頭官 還是Q5 Q3 Q3基本上 跟他差不多 或者便宜一點 他處於Q3 和Q5之間 他的價格 Q5 他價格 他價格 Q5 40萬左右 如果你是正常人 為什麼不買奧迪呢 怎麼買大眾呢 Q3小部 不是 我就是說 同樣大部 差多少 Q3的價錢 現在他在說 25萬 他跟Q3一樣貴 如果這樣就合邏輯 因為價錢一樣 但我大部 那就是 有得給消費者去選擇 你究竟以為 掛個貴價logo 他基本上 是儲於Q3和Q5之間 因為Q5是32萬到42萬之間 Q3是20萬 不是喔 你買這些價錢 太厲害了 Q3現在17萬都已經有了 車廂城上面賣 車廂城的價格 是真的價格 有可能 如果我一拿著17萬 就扔下去 是不是可以拿走Q3呢 是可以的 不過他可能 可以買其他 六七八糟的東西 就是 可能買單要20萬 要20萬 20萬都值得了 20萬就讓你拿Q3 還不值得了 是吧 現在的汽車市場 反正我都知道了 我之前的同事跟我說 現在 中國的汽車市 現在是撲起了家 很可憐 他說現在做汽車生意的 供應商 現在各個都已經很可憐了 那如果你之前沒有跳槽 你還是做那些汽車的東西 有沒有可以做 是可以做 辛苦一些 什麼購死垃圾都要做 現在的垃圾項目可能少一些 垃圾廠都快要倒閉 是吧 垃圾廠只要倒閉 我們有少一些生意